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一个必须有一个前提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细的来看 你把这个手打开 我们看一看整个手掌根部中间这个位置 如果我给它放成八宫卦 那就定义成砍宫 就主砍卦 砍这个字在八卦来讲 主性欲 主欲望 这块位置如果越发达 那么就是越有欲望 那我就发现 凡是砍宫这位置发达的人 它的性欲强 同时桃花也就旺 而这种情况下的桃花 不是别人找它 是它找桃花 另外呢 在砍宫 它出现很多细碎的树纹 这种条路 如果你发现纹路越多 桃花也就越强 再看 有人的生命线这块 看着很好 你看有的时候长寿 生命力强 但是如果靠尾部 突然间分了一小叉 而且那个小叉呢 和它的主线 形成一个人字形 那这种情况 就说明你容易找桃花 我还发现一种情况 就是有些朋友 他呢 砍宫这位置 并不发达 也没有树纹 但是 他食指下方 这个木星丘位置 它风龙 同时红润 就特别能够找桃花 因为这个位置 本身我以前讲过 它呢 代表财运 在古人的观点当中 叫七财子路 七子越多 哎 财就越厚 所以古人的纳妾 就纳无数妾 那就代表财运丰厚 那事实上呢 确实有这么一个反应 但是 咱们现今社会是一夫一妻制 只不过呢 就是告诉各位 如果这块秋厚 说明你财运厚的同时 桃花运也跟着望 再有一个 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那么随便啊 你打开十个人的手 可能有七个人都是这样的 那就是咱们金星球的位置 大拇指下方 这么一块很厚的肌肉的部位 如果出现往下的斜纹 怎么论往下呢 就是你把手竖着啊 这个叫往下啊 而不是横着看 竖着来看 有斜纹往下 说明桃花运啊 但是上面呢 有很多人呢 它是纵横交错的纹 那个不算 那叫田斋纹 还有一种情况啊 是婚后桃花比较旺的 这是很多人啊 比较反感的啊 你结婚呢 就踏踏实实呗 对吧 你都对我一心一意呗 不 他不老实 外面还勾着一个 甚至几个N个啊 那就怎么看呢 咱们的婚姻线啊 都知道在小指下方 在感情线上方 那这条婚姻线 如果长到 弯到咱们的靠近生命线的 这个位置了 那你看有多长吧 那说明什么呢 不是你的婚姻长久 而是代表你的感情运不断啊 以上 其实就是给各位的几个 如何分辨 你是不是招桃花的手 以上这几点信息呢 希望各位呢 用心来记 尤其是最后那一点 那是破坏婚姻 破坏夫妻和和的 我们尽量避除啊 好 好